好的,今天不离开杠了 我们要讲十大情人紧箍咒行为 紧箍咒,所以就是一个束缚的概念 对,就是另一半是控制狂吗? 好的,那这个由我来念 因为我在这个男女交往的过程当中 比较没有遇到一个控制狂的对象除了你以外 然后我念一下 话讲清楚 就是 我们是夫妻 对,我们是夫妻啦 对 这是就我回顾以来 等一下,我先厘清一下 因为你情人跟夫妻的关系是不同的 不同的论断不同的 因为你情人会觉得说 住在一起嘛 住在一起是关键 生活习惯的东西就是会影响你 然后你要必须可能会做约束对方的动作啊 不是说故意要约束 不是说我们两个要磨合 我们才可以生活在一起 但有些人就是还没结婚之前就发现他有一些约束的行为 那今天就由他来讲这个排行榜 对,因为我个人比较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遇到女生都比较和善一点 那除了另外 OK,那第一个 你不能一直把话藏在里面 没有,开玩笑 大家会认真 我又被骂了 只是开玩笑 但是做一个戏剧效果 求救,如果你听到我求救的话 哇,赶快来救我 那第一,第十名呢 这是个KEEPO大数据做一个统计 网路温度计啊 网路温度计做一个统计 网路温度计根据透过KEEPO大数据 已经做的一个数据 发现我第一次念 这个通常都是由他来念 因为今天呢 他可能会比较多的回馈 所以就对对对 让他来做一个回应 第十名是对你高标准 经常有各种批评 这个我有印象 你有哦 我有 那你先讲 就是我曾经交往了另外一半 目前还跟我住在一起 他常常对我的一些生活习惯 有一些诸多的批评 让我觉得不是很愉快 但是我也是忍耐下来 因为爱就是很久忍耐又忍耻 好,那你有什么 等一下,你讲这个再说我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录了 开玩笑 欸,徐乃琳 我不录了 我们改天来买干面吃看看 搞不好 什么干面 他最近推出了干面 啊,没有没有没有 离体了 你觉得 你觉得 就是 不是,我要回应你刚讲的啊 不用不用 你就讲你的经验吧 就是对你高标准 经常有各种批评 我觉得批评这种事情就是 好,我先讲一个 其中我梦里面发生过的事情好了 因为其实女生在打扮上 例如说我今天穿这样子是我开心 那你们男生很多呢 就很爱管女生的打扮 好,以下这边不能露 肩膀而已哦 只吃肩膀 或者是 裤子短一点 那你们还不是在路上看人家的胸部跟脚吗 是的 好,那我就刚好在梦里面遇到什么 就是我好像是在吃 例如说肉跟面 那因为那个都小吃店嘛 那个桌子都很小 所以你面对的是不认识的人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面对面 那对面呢 刚好是一个男生 我那天可能领口比较低 可是那件并不是要露奶的衣服 是领口比较低 稍微低一点 比较偏文心类的女生 对,因为你也知道我穿着不会是那种嘛 对对对 好,那那天 如果要看DESA的穿着 可以到我们的IG搜寻 益色档案 对,谢谢 好 然后那天呢 就是吃面的时候呢 我梦里面的另外一半就不讲话 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 气氛怪怪的 好,那吃完之后 他就很生气的脸 他说你刚刚是怎样 我说,蛤?什么? 他说你的衣服啊 我衣服? 我衣服怎么了吗? 我都搞不清楚 他在讲什么 他也不讲清楚 他不明讲 对 他说你看一下你 你这样得体吗? 你这样好看吗? 你觉得别人看你这样子 是好事吗?这样 就在路上这样批评我 直接讲出来这样 对,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也没怎样 第一,我没露奶 第二,你可以跟我沟通吗? 你为什么要用批评的 好好讲就好了 对,这是重点 对 好的 第九名 第九名是 你没有回LINE的话 回电就会暴怒 就是你没有马上回应任何讯息 就会暴怒 对,这就好像有点点 时时刻刻在监控你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通常会 算是热恋的时候 就是你会想要对方赶快回应嘛 可是你应该也不会到暴怒啊 就是你知道对方都在工作或是上课 有什么好暴怒的呢? 我跟你交往的时候没有这样啊 我跟你交往的时候热恋期也没有 就是没有回我我也不会觉得这样啊 对,我是从很久以前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 不应该是说马上就要立刻读立刻回 这个很像是 可是你觉不觉得就是年轻的情侣 他们会比较有依赖性 已经大一点的情侣就会各自独立 就比较不会这样子 我有想到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当时学生时代的时候还没有LINE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制约嘛 因为我们就顶多打电话传简讯 我们有LINE 但是那个叫做MSN 对,要网路啦 对,你必须要一台整台电脑在你面前 或者是笔记型电脑 没有办法像现在随时这样啊 对,你没有数位型手机 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是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没办法掌握时时刻刻 掌握对方的行踪 但是现在新一代的情侣 就是因为有智慧型手机 所以他会觉得你必须时时刻刻 回我的LINE 那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纠纷、争执 争执 然后你可能会怀疑说 对方在搞什么鬼呢 对,那我现在呢 不是我现在 我当时在梦里面有遇过一个情况 就是对方装了一个东西 让我觉得很奇怪 他偷偷装了吗 他装了一个叫做 以读LINE 可是可以呈现未读的状况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APP 有有有 你先用男生的角度回答我 要干嘛 你是说他装你的 还是你装他的 他装他自己的 就是说他已经读了我的讯息 可是我这边呈现的是未读 那要干嘛 那你就发现这件事情 我之后才知道 先偷看你的LINE 这样子 要干嘛 我不知道欸 因为我没法理解 我不会这样啊 你以读就以读 有读就读 对对对 可能就说等一下我宝贝我再忙哦 我稍后再回 之类的 就是老实说我再忙啊 等一下再回你 还是怎样 就是没有必要说好像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无解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装那个 而且到底谁发明这东西 这就根本是犯罪根源啊 但是也没有到犯罪啦 就是会让情侣之间吵架啊 因为当我知道的事 我是会很生气 是 对啊 所以你为什么要装呢 好的 下一个第八名 好 第八名是 要求交出你私人匿名 就是你手机可能会解锁的 那个密码是什么呢 必须 他必须知道 对 他要知道所有的密码 像包括图形的密码 还有Facebook密码 Facebook密码 他要完全知道 LINE密码 还有什么密码 提款卡密码要吗 提款卡密码 你都知道我的 你看各位 我多爱你啊 你的密码是什么 我现在突然间忘记 我爱你啊 不是不是 我现在讲的是情侣之间啊 对啊 我们不要讨论我们 就是说 大家觉得 是不是要给对方彼此一个空间啊 还是说要毫不保留的 完全给对方知道 这个应该要有共识啊 就是说可能 就是刚开始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可能你不知道没关系 那慢慢的 我们可能会聊到一些 比较深入的事情 彼此的家庭等等的 那你可以跟他沟通说 我想要知道你什么什么 那如果对方不想知道 你也不要勉强别人嘛 因为这个是个人自由嘛 对我觉得 那我就有遇过说 我的朋友 他的男朋友 就是真的要所有的密码 你不知道 你不交给他 他就是暴露 不过他也是乖乖的 交密码给对方这样 因为他会生气啊 男生会生气啊 所以女生也只能交了 不是 我说男生有没有交给女方 没有 没有啊 那这样子就是形成一个 不对等的关系 因为他会觉得说 是你 女生 异性朋友比较多 对 我觉得你比较危险 是 所以我要知道你所有密码 但是我会自律 所以我不交出来 他自己觉得是他自律 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 我觉得是矛盾了 对太矛盾 你要嘛就互相交嘛 但是我觉得互相交也不是很好 因为毕竟 我觉得这是一种新来的问题 对 就是你真的想要知道 他里面放什么 你也可以说 你可不可以打开给我看 在面前互相打开嘛 不要去说 我一定要知道你的密码 对不对 你这样 我这样讲对吗 我觉得没有错 我是因为好像要敷衍你的感觉 那你在敷衍我 没有我在想下一个要念什么啦 所以我就有点分心 但是我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啦 对啊 第七个就是 不允许你有独处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这跟第八名有点像 第八名是说 就是你的那个 个人的账号密码要有一个空间嘛 那第七名也是啊 这个是说实体的人 一定要粘在一起 时时刻刻粘在一起 这件事情 会腻耶 会腻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腻呢 因为我们已经认命了是吗 不要讨论我们 对 你一直讲 你有没有类似的一个经验 就是 我没有遇过说不允许的 不允许 因为大家都要上班工作赚钱 不然钱拿来的 对对对 那你说学生时代的话 其实大家也是 我没有交过什么班队啦 所以我也没有这个状况 是的 你有 我有叫过班队没有错 但是没有说什么不允许你有独处的时间啦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 我必须跟大家讲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不能说就是跟他交往以后 我们就合为一 为什么不可能 还是个体 只是说合作上面比较多一点 对就是你可以当成互相是陪伴嘛 那你这些空间是应该要有的 没有错 下一个第六名是 在手机安装你的那个定位软体 偷偷帮你装定位软体 就是我知道你在哪里 对 这个之前好像很红嘛 就是说 抓狗 就是会发现说原来先生都会去motel 还是说女生都会去找某某男生 这个软体呢 突然间红起来了 是的 可是我本身不太知道这软体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但是总之有这个软体的存在 那你觉得应不应该装这件事情啊 还是说装了让对方知道 还是说偷偷装在他的手机上 我觉得不能偷偷 你不能偷偷 这前提都是不能偷偷 例如说好 我想要知道你的行踪 我跟你说 我要装哦 然后你就跟我说 我不要耶 那我说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 你可不可以让我装 那我就会得到你的允许 或是不允许 你不答应我就放弃 好 所以今天我想要偷情 我想要偷情 那我被你装了这个软体以后 我就把手机丢在家里 然后跑去Motel 跟别的女生 怎样怎样 那你也不会发现 对啊 我不能以偏概全 有些人会有两只手机 你听得懂吗 我懂我懂我 尤其是什么 公务机 公务机跟私人手机分开来用 就可以了 没有错 可是为什么 我觉得很多 就是政治人物还是被拍到说 他们有一个出轨状态 或是小善状态 对 就是去摩铁干嘛干嘛什么的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通常像那个真信社都有抓到 对 好像也是因为定位的关系 或者是狗仔队 就是要已经知道一些风声了 然后他就24小时跟拍你 对 直接在Motel前面就是堵你 对 所以如果你是公众人物的话 可能什么装什么App都不重要 因为就是会有人跟你 对啦 那我们一般民众的话 你装这个你就是乖乖的吧 其实也是防不胜防 因为就像你说的 办第二支手机就可以防范了 因为我本身梦里面有遇过 看过一个 真的也有梦过 梦过 不是我的对象 是我的同事 对对对 就是他有两支手机 那他做了一些事情 这样就是说 现在如果听我们Podcast的人 就发现他男朋友或是女朋友 他有两支手机的话 他会不会有应该要担心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样会不会引起别人吵架啊 对啊 我不是说有两支手机一定会有这样 对不一定啊 因为有些公司会发给公务机 那个我也 因为我也有过 可是 那如果他真的不是公务机 就是真的有两支手机 两个门号 或是同一支手机有两个门号 那他就不要设太多密码 自然他另一半就不会觉得说你有鬼啊 例如说他第二支手机设双重密码 三重密码 那是不是就很奇怪 是 那例如说他就是一滑就可以滑开了 那你跟大家讲 就是我所有密码 你是不是都知道 你本身没什么密码 对啊 就是一个好模范啊 我必须说 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 我也是一个好模范啊 要拍一起拍啊 哈哈哈哈 而且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彼此没有秘密对不对 对我们的Gmail是互通的 就是全部都是大家可以互看的啦 没有错 好的 好的 现在是第几名 第五名 动不动就对你情绪勒索 情绪勒索的定义是什么 好 简单讲 我现在讲的都是为了你好 这句话就是了 我现在延伸我刚讲的那个梦里面 穿这个衣服好了 我穿衣服我被指责 他就说我是为了你好 好难道你想要被别人吃豆腐吗 这感受真的不是很好 对 因为你可以好好讲 还是回到前提 你要好好讲 你情绪勒索这句话 我是为你好 我是因为爱你 我是因为你就是我的伴侣 所以你要怎样才能这样 这都是勒索 然后这就是情绪勒索的定义 应该大家不知道怎么想你呢 你有被勒索过吗 你不能再说我 没有啊 我跟你讲 你今天要讨论议题 我都比较没有遇到过 除了你问 第四名是 紧盯你在社群上的一举一动 好 就是说 IG我按了一个美女的赞 然后你就发脾气了 我现在讲一个真实的好了 我IG的确是有私人账号 有加一些美女的 因为你本身就比较色 我是觉得 我是色大无胆 但是我没有做出任何的行为 因为你只是为了看哪样 没有没有 我对哪样没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你不是第一个啦 技术的眼光 你不是第一个 因为我以前就是有看到说 有些男同事是这样 我觉得那都还好 你只要不要出轨 你不是有一个主管例子 可以讲吗 这个不能讲 抱抱抱抱抱 这个不能讲 OK 你已经问两次了 这个不能讲 这个不能讲 讲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社群上一举动 例如我今天可能播了一首歌 我放了一个歌名好了 例如说 Hibby的 还是会寂寞 不是 那是曾奇珍 而且这首歌也蛮久以前的 你说你今天想不到 我寂寞寂寞就好啦 我要讲的是这个 我知道啦 但是我还蛮惊讶的说 你会说还是会寂寞 因为这是起珍老师的谜才会 起珍老师 大家我们陈起珍谜就是会说起珍老师 我是要讲说 等一下你怎么会说出这个歌名 你哪有在听陈起珍的歌啊 有我以前有 你有在听 而且我主要是要讲寂寞这两个字啊 我必须说 我有曾经跟陈起珍对过演过 又来了 虽然我有讲过这句话 又来了 好啊 你寂寞寂寞就好 然后呢 天赋真的歌 然后 我就放了这个图好了 对 那可是我跟你交往 是 结果你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跟你交往 你在寂寞什么 听得懂意思吗 这也过度放大吧 这是过度放大 对 这就是现在 很多人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现在社群实在太多了 对 大家都会想要抒发心情 IG Facebook Twitter 还有Twitter Twitter比较色一点 色一点 真的假的 啊 没有没有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哈哈哈 因为你有Twitter 我没有看过 我没有Twitter 你有哦 我没有Twitter 我 我发誓你有 我有 但是我是拿来看一些东西的 那就是有啊 你看 他当场骗人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 看什么 我跟你讲 Twitter他们有尺度 IG有尺度 Facebook也有尺度 但立刻会被卷取 问题是Twitter没有 所以你都看什么呢 就是 肉体 不是 我会看 哈哈哈 艺术的眼光来说 因为我们曾经有学过美术 有来了 我们有曾经画过素描 用那个碳笔去画啊 所以去了解一些 人体上的一个结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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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上的结构 哈哈哈 你 他们讲不下去啊 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说 学法医的人 也是在研究 人体上的结构吗 法医啊 还有那个牙医 他们都要画素描 对 都有素科的 真的啊 哈哈哈 真的是真的啊 你不要把专业人士拉近来 我现在在讨论你 对对对 你的Twitter到底在干嘛 我的Twitter 当然就是了解一些人体的结构 这艺术上的就是米开朗基罗啊 哈哈哈 就是达文西啊 那些就是 哈哈哈 你知道啊 那些透视图啊 你要去了解啊 因为我们有一些美学的概念 这不是我们身不由己 差不多了 一些天赋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你的话有点多了 好好 那你想要讲什么呢 就是紧盯在你社群的一举一动 对 这也是恢复到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大学时代 那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社群的 诶我跟妳讲 我们大学的时候连IG都没有 没有没有 我跟妳讲 FB是我当兵的时候才有的 我大学的时候连FB 诶我大学好像也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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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学的时候没有FB 对 对对对 应该是出社会才有 出社会才有FB 对 所以你看我们多老 你不觉得我们很老啊 所以你要回想说 我们在学生时代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紧盯对方的社群 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社群啊 没有社群 就是MSN 然后你必须打开电脑才有 就是 就是他不是时时刻刻跟在你身上的 而且MSN还有一个很好笑的点 就是上面不是可以打心情吗 对对对 很多人都会打自己的心情 对对对 no pain no gain 类似这种 no pain no gain 类似这种啦 就是 真的 假的 就是打得很像自己很有学问的 对对对 好像懂很多事情 对对对 很高深莫测 其实那根本没什么 可是如果情侣之间就会说 no pain no gain是啥意思 那种你回答我这样 可能就会在意一些小话啦 那其实那个真的就只是想要 可是如果当时我女朋友打no pain no gain 我会觉得你怎么会打那么中恶的话 真的还中恶 那第三名的话 就是爱吃处多疑猜忌 对你不信任 这个多了 我觉得我对你会有一些猜忌不信任 你可以直接跟大家讲 你猜忌什么 猜忌就是 固定时间会去做头发 做头发 可是 做头发同时 会有刮痧的行为 又来了 no 那 那 所以我就问你 那个刮痧的人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你就说 有一支有一个类似工读生的人是男生 助理的啊 对 那我们就有点小吵架了 我就说如果是女生的话 OK 男生的话不行 不行 刮痧不行 我可以跟大家讲 他次数的点就是这个莫名其妙 因为那个刮痧老实说都是设计师帮我刮的 然后他有一次就是 对 你说有一次是男生给你刮的哦 因为他真的没有空 他就说 我知道啦 他就说你是不是赶时间 我叫那个弟弟来好了 我说 没关系啦 他会刮就好 等一下 我打断你一下 我是假装吃醋 假装很爱你 我不是真的吃醋啊 那你刚讲那一串是什么 啊 人设你的人设 对 我的人设 就是演的啦 像我很在乎 我很在乎 我不在乎 好啦 你刮痧的故事讲 但是我们那天真的吵架了 还好啦 小吵而已 小吵 我们前天大吵 哎哟 这个不要讲 这个不要讲 你已经讲过了 好好好 不是 我现在回到这个爱吃醋跟多以猜忌 这其实也是 可以连到刚才的那个社群 对对 这是热恋期会发生的吧 就是你过热恋期 就比较不会发生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通常 你只要有一个根种下去了 对 这个根就是长一个大树 比如说有一个男生 他在追求那个女生的时候 发现那个女生 单独跟其他男生去看电影 你在笑什么啊 你在笑什么 你继续讲 我只是举例啊 他就说 我没有啊 那天没做什么事啊 可是后来 事后他又承认说 他那天是跟这个其他男生去看电影 他就会中一个阴下去 对不对 后面会得一个果 对 那我现在就来讲说 这些事情就是他 他怀疑我 因为当初我们还没有跟他交往啊 你在讲什么 我为什么不能跟同学看电影啊 什么啊 这不是我会发生的 我不会这样吃这种 看电影就看电影 I don't care 好吗 你不care你还讲 我说有可能 就是有一个例子是这样 我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没关系没关系 你的讲完了吗 我可以讲我的吗 好你讲你的 我跟你讲 我真的不会对你什么猜忌不猜忌 因为你智障不是很高 没有错 我很笨 你只要说谎 我说谎啦 好吗 我说谎 你说谎的时候看得出来 我有时候看出来 可是我没有戳破你 好 你说你看得出来 我又没有说谎 对 那你在镜头前面告诉大家 或者是在这个pax前面告诉大家 怎样 我又没有出轨过 没有啊 对嘛 因为你根本没有交际能力 你要怎么出轨啊 所以我是一个很好的人 赞赞 非常好的 你在推销自己哦 你就维护我人设 哦 哈哈哈哈 这样子整个画面都是你的那个 怎样 都没有你的脸 我不确定这个会不会在YouTube放出来 要放吗 嗯 要放啊 对啊 可是 你流个鼻涕了 你为什么最近录那个都会流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你 抱歉我擦一下鼻涕 要把这个 因为一直看你这一面 我知道啊 可是因为必须同时你路径啊 所以 没办法 这样的话 不是不是不是 正面的话 这样子 可是必须这样 这样子啊 你说这样子吗 然后我看着 看着镜头讲话 不是对你讲话 这样子吗 这样可以吗 不是 是 你想要怎样 哈哈哈哈 你想要怎样 我们之前不是 对对对 还蛮可以的吗 为什么今天这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不满意的点在哪里 你要讲 对对对 是你发型吧 对 我发型真的很丑 但是我在流藏状态 所以现在疫情的关系 没办法 有人投诉你的打嗝声 请你 请你忌讳一下 好好好 抱歉 抱歉 如果你听到打嗝声 那都不是我发出来 那个是设备异常 好了好了 你猜完没 猜完了 对我们刚刚讲到阿里 我的梦里面 是 我的梦里面呢 就是有遇过一个 比较经典的例子 老实说就是说 我的梦里面的工作 对 比较常遇到异性 那因为异性 同事很多情况下 另外一半的 他就会开始多疑了 很多疑 然后他多疑呢 同时他也会 去看你的手机 就是有一连串 刚才这些行为 所以你的手机 不能设密码 或者是密码要让他知道 他才能随时开 他也不是问你说 你密码是多少 他自己偷偷的破解 这样子 是不是让我也是满头问号 对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今天你对方 他在一个比较 异性多的环境工作 还是说 你觉得他在一个 像演艺圈好了啦 演艺圈人家不是说 很多的诱惑 就是关系 不是关系啦 因为毕竟 毕竟你有定的财貌 才能进演艺圈嘛 那如果你可能是 你就会觉得 有点不安全感 就是你的男朋友 是演艺圈的人 或者是你女朋友 是演艺圈的人 一大堆帅哥 对啊 在那儿 做工作这样子 所以通常都是艺人 跟艺人结婚嘛 因为我们彼此了解 彼此的生态环境 我想到一个就是 这群人的那个 这群人 阴森 苏红吗 刘苏红 阴森就是觉得 因为刘苏红 常常要拍戏 他可能要跟人家 感情戏啦 做一些感情戏 吻戏 一下没办法接受 阴森也是讲得很清楚 我就是有感情截癖 对对对 就是包括连工作上的接吻 都没办法接受 等一下你有办法接受吗 你说的是工作上接吻 我觉得我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我也觉得我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想象说 我的另一半 是跟大家一起共有啊 对对对 而且很常 不小心假息诊作 对 因为你日久会申请 比如说 马先生跟王小姐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 好我讲一个西洋的 好 那个 安杰莉亚琼丽跟布莱德比特 对他们也是这样 布莱德比特跟那个谁交往 珍妮佛罗佩茨 不是珍妮佛 珍妮佛 珍妮什么的啊 我真的突然胸胸胸 也想不起来 对对 你不要送麦克风 我不想我可能 你们看 你跳蹦一声霸 我看转眼 麦克风 就是 珍妮佛安妮斯顿 反正他前夕啊 就是那个 六人型的一个主演 对 他们就是演一个夫妻的 史密斯任务啊 对 史密斯任务 史密斯任务就开始 真的假戏真做 感情上来了 我觉得很难接受 就是另一半是演员这件事情 因为真的 因为你要演一个感情戏 你必须全新的投入 你很容易入戏嘛 入戏以后出不来怎么办 真的爱上他了 对这就是重点 珍妮佛安妮斯顿啊 找到了 珍妮佛安妮斯顿 对那他们其实才结婚五年 对啊 就 当初是一目情侣 男的俊女的美这样 对啊 那结果真的没想到 可是他跟安杰丽娜丘丽也只有两年婚姻 最后也是分开 对啊 所以其实这种演员的生活好像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对对对 可是我们现在回到平民生活好了 就是说 有点离题 就是说我刚讲的那样子 就是说好 对方在一个异性环境很多的情况下 你到底是要怎么去约束对方 还是你要彼此信任 这个关系很难建立 你听得懂吗 你现在好 你现在想像我好了 我在一个很多男同事的公司上班 对 那你会怎么办 我会包容你 如果真的有一天无法信任你 那就是那一天我们可能会离离 对吧 分离 就是我受不了 对对对 就是信任感消失的时候 我可能会开始一些猜忌跟怀疑 对应该也是要沟通 就是说我觉得 就像阴森跟刘淑宏这样 他会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们还是当朋友这样子就好了 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分手的典范 和平分手 因为那一集我看到哭 我也是觉得很感动 对就是蛮可惜的 然后可是他们又是和平的分开 所以这个还是回到这个 大家还是要多信任啦 即使说我们今天要分开了 还是好好讲 倡导就是多信任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天你发觉真的没法包容对方 处在这样的环境 那你可能要思考另外一条路 对可是要理性的聊 要理性分手还是怎样 不要暴力 第二名是不断偷看你的手机 不是一样嘛 就是一样嘛 就是破解你的密码 就又回到我这一个 对对对 手机打开是一道嘛 然后脸书是第二道 Line是一道 Line也是一道 对然后脸书是已经不用了嘛 脸书要去电脑设的嘛 结果他连电脑也破了 OK 对那其实这个前提也是说 他自己有讲 梦里面他是说 他对我就是不信任 其实交往的基础就是信任 对 都没有基础了 你还谈下去 那个未来是什么呢 对啊 没有必要啦 就是没有共识嘛 你没有信任 其实相对就没有共识了 没有错 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 接下来呢 好的 那到最后一个 第一名就是 你必须随时报告你的行中细节 好 这又是回到信任的问题嘛 你今天及时去上班 是 我去上班 可是你觉得我去哪里 我去玩 我去唱歌 我去跟别人约会 可是比如说你是准时五点下班 就会回到家的人 可是你今天却七点回家 然后行中也交代不清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次应该不会觉得怎么样 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常常这样 那当然是有鬼啊 对 经常消失两个小时 你可以想交代清楚你的行中 你回来交代都没有关系 有道理 你不要说 没有啊 我刚某某找我啊 你们聊什么 没有啊 没有聊什么 就是你讲的这样很含糊的时候 久了 自然就不信任了嘛 对对对 那我也是在梦里面有遇过一个 比较经典的情节 就是说 我跟一个很好的同事 去 好像是忘记了 散散步 谈谈心之类的 是女生哦 是同部门的同事这样 但是他怀疑你 可能跟男生 其他男生出去 对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女生要离职了 那我就跟他 最后的见面 以后就见不到 因为他要出国了 他那时候是单身 那个女生单身 他就有跟我说 那个谁谁谁 某个部门的谁谁谁 蛮可爱的耶 这样好 那我就回答他说 我也觉得某某某很可爱 这是女生间的聊天嘛 嗯 我们没有说 我们要对别人干嘛嘛 Women's talk 对就是 你们也会聊说 谁奶子大啊 一样道理嘛 不会不会不会 像我是不会 你是会 我们会说 哪个女性比较聪明 她会 对对 我们不会去看外表 没有没有 然后呢 好 结果因为他不是破了我的密码嘛 对对对 他看到这个对话 然后他就没有当场讲 到了去完之后过几天 然后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他就是说 你就是跟这个男生出去对不对 他把他连起来了 可是我跟他解释没有用 没有用 他不会相信你 他就是不信任我 其实这个基础一样 不信任 我讲太多都没有用 真的 你这萌生那个不信任的时候 嗯 走不久啦 对啊 必须说走不久 到最后会分开嘛 看谁要提而已嘛 那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提 或是不敢提 或是不敢面对 是 觉得很麻烦 等等的 或是你放不下这段感情 你就卡在那边了 对 那我们下次再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提分手 蛤 有这个哦 你会哦 我会 我乱说的 我发现你的电脑有被猫咬过了很久 哦对 他很很爱咬我电脑 天啊 你怎么这样啊 而且我还有包膜哦 这怎么咬成这样啊 嗯 好 那今天的 啊这么快哦 那你后续有要补充什么事情 有人赞助我找一下 好你想一下这个我们最近 因为赞助的话我们都会稍微念一下啦 因为谢谢各位的支持 毕竟在这个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 你还肯赞助我们 那说真的最近我们的这个观看之处呢 也是掉的蛮惨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就是没有被推荐啦 还是怎样 还是你想要看什么题材 大家都可以建议 好 接下来是在mb3这个是有特别留言的 他就是写说 他是姓詹啦 他是说 谢谢你们夫妻带给我的乐趣 你的内容很用心 那因为我工作忙碌跟照顾小孩 比较没有办法一直关注YouTube 所以我工作呢又要看电脑 我只能下班时间通勤 去利用时间听Podcast 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 那除了按键很有趣以外 我最喜欢的就是布里凯杠 而且我个人呢 最爱的就是拉屎跟灵异故事 还有D嫂在旅馆遇到鬼 DK呢 臭鼠辣不敢出去的故事 我觉得超好笑 我狂笑 请继续加油 好的 但是你刚讲的那段是 子虚乌有 子虚乌有 那是虚构情节 我们为了就是让大家听得开心 耳边造出来的一个情节 人设人设 不可能会有一个男生 就是这样子做啦 不可能啦 因为我们要保护女生嘛 那个传统的一个性别的刻板印象 就是说 赋予说男生必须去保护女生 在遇到一个危急的状况 怎么可能躲在被窝 让女生去 还真的有呢 解决问题 就是他呢 而且他看到蟑螂也是先把我推出去喔 说你先去牵车啦 等一下 今天看到老鼠呢 你有看到老鼠吗 我们垃圾间有老鼠的耶 我没有叫你耶 我们大楼有老鼠的耶 我自己丢耶 可是我说如果今天我在旁边 你是退我出去 不会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害怕的东西嘛 对不对 你还真的很多呢 没有啊 的确跟大家说 我比较怕昆虫类的东西啦 蝴蝶会吗 蝴蝶怕死了 怕蝴蝶 蝴蝶可怕 他有六只脚 六只脚很可怕 八只脚也很可怕 甲虫 怕爆 不要 不要 不要讨论我的恐惧 现在不是心里治疗啊 不是 我现在第一次听到你怕昆虫 我觉得很荒谬 那你觉得萤火虫啦 对啊 你不会怕蛆虫啊 你不会怕昆虫啊 所以当然 这样的事情由你来处理啊 老鼠的事情由我来处理啊 因为我被害嘛 对不对 好了安静一点 下一个是Maggie Maggie这个赞助金额蛮高的 我在这边有特别谢谢你 因为你昨天有私讯给我 我有看到 Maggie是写说 最喜欢你们了 一定要用声音陪伴大家度过一起 好 谢谢你 我们会继续就是一直录音 然后陪伴大家 对 真的是很谢谢大家 最近给我们很多鼓励 那我这边都有收到 一并的就是 还是感谢大家 那在这边 我是也念了几个 Podcast的留言好了 评论好不好 是 第一个是双鱼公主宝宝 他写说 请问DK是金牛做的吗 是的 DK跟我男友超像 都没有朋友也很白目 很多地方都很像 最近疫情放假 终于有空了 所以我把你们肉看的部分 全部补回来了 好谢谢你 我是金牛做的 所以可能跟你男朋友一模一样 他说没有朋友也白目耶 这根本就一样啊 一样一样一样 是没有朋友造成你越来越白目 还是你白目造成你没有朋友呢 这也有多有可能 对 好 第二个是写说 他是姓 Shit 应该是Shit 他写说 给可爱的DK低嫂 他写 在工作中我不知道 我听议色档案已经几刷了 终于在今天补上了 给你们的评价 从一开始觉得 DK好干扰到 慢慢习惯你们的主持节奏 没有没有 那是因为我有改进 不是说你慢慢习惯 是因为我有做很大的改进 就是让他完整的叙述完故事 我可能在做一个评论 还是说尽量不要去 给过度的吐槽 还是怎样 对 他是知错能改 散漠打烟 我有吸取大家的经验 对 然后他说他习惯了我们主持节奏之后 到现在真的觉得生活中 不能没有我们 还有他也觉得说 我今天甚至梦到D嫂 实在太神奇了 我觉得D嫂的声音 好像一人无一配 希望你们主持一切顺利平安 天天都有好心情 加油 好的 将这个农历7月的时候 低嫂即将露脸 即将 没有 有这安排 为什么农历7月是有鬼月是不是 我要跟鬼见面哦 你不是说在某个时间过了以后 你就可以露脸 鬼月 好 那下一个是说 我先回这个无一配声音这件事情 无一配 有差不多有两三个讲过 对啊 再来就是白痴公主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像 我不知道 就是也许你透过Podcast 放出来声音是很像的 给人家有一种这样的印象 还有淘金银 就现实生活来说 我根本不觉得像 因为你每天听我声音吧 那你觉得我像黄平原吗 很像 放骂屁 你脸很像啊 那连你都觉得像 那我还能讲什么 那脸真的像啊 我 那下一个留言是 可是你又有点像杨又宁 这个我必须得承认 杨又宁 杨又宁 还有一个打棒球叫什么 一几楼 一几楼对 一几楼 对 都很帅好不好 好 下一个留言是叫做 right fun 方吧 他写说 喜欢你们的影音故事 我跟DK一样吃抗焦虑药物的人 ㄎㄎㄎㄎ的感觉真的很好笑 我是一个找不到压力速发的人 后来是看了议色档案 突然觉得我自己也很愉悦 后来去找了Podcast 听了你们的互动 常常笑到留言内 加油哦 好 谢谢 那我们希望那个大麻能够合法化啦 好人美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啦 讲完了 今天呢 就是新闻支付他们陪伴到这边 那也希望说大家有投稿的呢 就尽量投稿 那我们也会尽量的把稿 分享给大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Podcast 欢迎到Apple Podcast 最终留言五星评论 以及First Story 还有MB3 留言给我们哦 好的 我们今天就陪伴到你这边了 那如果你就是你的行业呢 有一些想要抱怨啊 或是好笑的事情啊 你也可以投稿 我们可以念出来 对 因为我们昨天念完超商的 你知道就是有人有共鸣 对 他们会觉得说 哎终于讲到这些 我们的心声了 真的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欢迎各位 如果你们的工作里面 有一些特别的事情 比如说你是警察 还是你是卡车司机 或者是你是外送人 都可以 没关系你的故事就讲给我们听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 是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哦 我是DK 我是D小鸣 下次见 拜拜